通常都是跟前任和平分手 對 然後只有一任是 也是瘋狂被劈腿 所以被我封鎖了 那大部分上我們都是和平分手 但因為我這個人 面對分手這件事情是 我很不容易分手 就是感情在一起 我就會想說一定要 就是長久 然後再試試看 對對對 打雷才會放開 可是就是分手以後 我就會很堅定 告訴我自己說 我不可能再吃回頭草 對於這個人 對 那跟我分手的男朋友 也通常就是 也很願意跟我當朋友之類的 然後他們還會問我說 譬如說情人節要到了 或者是聖誕節要到了 還會問我說 我最近有個喜歡的女生 那想要知道 就是女生通常會喜歡什麼 因為像我就是個偏浪漫的人 然後我常常都會說 你這樣子不行 不浪漫什麼 所以他們後來都會來需求 對 我很OK 你不會心裡有一些怪怪的 或是糾結什麼 我不會 那可能應該你 因為你沒多愛他 對啊 對不對 小欣你爸爸像他這樣嗎 他當你愛情 你怎麼可能當他愛情 可是因為我都和平分手了 因為我分手以後 我就是覺得 我不可能再跟你在一起 我們沒可能了 然後他們就是問我 然後我就當軍師 譬如說買什麼禮物 或什麼的 我都願意給意見 可是都會到 都會面臨到 聊著聊著突然 我就被封鎖了 我是後來就是有偷偷問 就是傳LINE 問他說 你是不是封鎖我 他說對 因為我女朋友就是 覺得你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你的那個什麼力太強了 電力 也不是魅力 就是他們覺得 我是一個很可怕的生物 就是前女友這個生物 可是因為我想說 我也沒有對我的前男友們怎麼樣 我就是給他們意見 可是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前女友竟然是這個女生 不要不要趕快封鎖她 我就會這樣子被封鎖 就是你知道 如果被封鎖反而會生氣 當愛情顧問還不會生氣 我跟你說 我真的生氣 我會覺得我就把你當朋友 我們就麻吉麻吉 你封鎖我的 你是不是女友不能接受 為什麼男生不幫你講話對不對 對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這樣子真的兩三次 我就只好看開 只是我好像也能瞭解 現任女友的心態 對啊 會覺得好像有文字 一個會的他會介意 你是他現任男朋友的前任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被封鎖 就是不要跟前任當朋友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避鎖 都沒好事 現在你說一算一半 看人是不是 對 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男生 一個是就是 我有說就是我覺得我分手以後 如果對方還願意當朋友 我會很OK 然後我記得我是有一次 工作的時候就中間有一個空檔 然後我很累 然後因為距離我家真的太遠了 我就很想要小小休息一下 我就打給我的前任 我就說 我剛好在你家附近 那我可能要大概有一個半小時之後 還要在工作 我可不可以先到你家等待一下 然後他就說 喔好啊 可是對方是沒有女朋友的喔 對 我就去了他家 然後我就說 那我有一點累 你房間可以借我休息一下嗎 那個房間曾經也是你們的房間 對啊 對 然後他也就說 喔好 然後我就進去休息 結果本來他本來在外面嘛 不知不覺他又默默的進來房間 就假裝拿東西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開始就坐在床沿 然後就說 欸那你要吃什麼喝什麼 我說我不要我累了 你讓我睡一下 我快速充電 然後就他說好 然後默默就感覺到 他本來坐著 又爬上了床躺在我旁邊 然後開始手就摸我的頭髮 摸我的背 然後我就說你要幹嘛 然後結果他說 喔沒有啊 我就哄你睡覺 癢癢 對 他就說我要哄你睡覺 是不是很 就是他可能覺得 我去他家是我要給他機會 是啊 對啊 因為你是錯 如果我是他 我一定也這麼覺得 對啊 你學校小姐是你不對 對 你放屁啦 還不能叫人家睡 你不會找個moteo幹嘛的嗎 你去漫畫園睡 你會去你閨蜜家 你會去泥軒家睡 這個故事越聽越奇怪 這個故事越聽越奇怪 這個如果你是前男友 你要去他家睡 任何藉口你就是要睡 男生如果不這麼 男生如果不這麼認為 那他是白痴 你不能怪他 因為你這個是你開了這個門 你還不能說把門關起來說 沒有 我沒有跟你睡 不可能 如果你當時拒絕了他的話 他真的是 而且你還講說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睡一下 對啊 你不講說睡 睡就是那個 你不知道睡就是那個的代名詞嗎 我不知道 我就真的要睡他 寧願在車上 通告跟通告之間 在車上自己並無養生 不是 我那時候剛出來也沒車 通告費也很少 然後你還要去開房間睡覺 你去漫畫王睡 漫畫王 我後來知道了 我那時候就跟他宇宙親手說 我又說我真的不能 我真的不能這樣子 然後我就有一點就是氣他罵他 但是你們後來這樣 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我是錯的 那最後呢 最後有沒有 最後沒有 沒有啊 因為我就是真的來睡覺 我要休息 然後我就東西拎著 這樣子他多心碎 對啊 對不對 但真的是我讓他會錯意了 他還 我很抱歉 還吞了那個藥對不對 沒有 所以人家 所以為什麼前 你的前任的女朋友都不能跟你 你的前任的女朋友都不能讓他們跟你當朋友 因為你真的就是放電 不小心放電 可是上 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是因為他們那時候還在追女生 是他們追到別的女生以後才把我封鎖 所以你懂嗎 反正東講其講很多女生抱怨男生 可是有時候你知道真相以後 才發現女生為什麼自己要負一點責任 對 可是他不是那個意思 他沒有想到那麼多 但是 那我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是我之前被人家劈腿 就是他有小三 然後他就是被我發現 所以我氣到要分手 然後我分手之後 他就有一天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要跟我 你知道 約我去泡湯 想要跟我藕斷絲連 可是我泡湯就是 一個另一個名字 他是講泡湯 還是說你那是一個代名詞 他是約我去泡湯 我不知道他想他要幹嘛 可是你知道在我要出門的那一刻 然後我的訊息夾裡面 有一個女生的訊息 就跟我說 你是不是現在要跟誰誰誰出去 然後我就直接回他 我說對啊 然後他說他是他的現任女朋友 然後他說他那時候被男生追到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小三 他是被隱瞞的 然後我就後來就想一想 我想說對 如果他是被隱瞞的話 如果我還這樣做 我是明知他現在有女朋友 我還這樣做 那就是我不對 對啊 所以妳還會良心發現就不 我良心發現 我當下就傳簡訊給那男的說 我們就不要再聯絡 妳也不要來找我 那很好啊 對 就是當下那一刻 妳沒跟他講說幹嘛去後面泡湯 要把妳來我家一起泡澡 沒有啦 我只是因為我不愛他了 我就是不甘心 我不爽我被甩 不愛他啦 對 不爽 他剛剛講了一個之後 你有很多女生 他自己是小三 他都不知道 可憐 就是他被那個男的見面 被小三 對 我會選4號 綠色很難找耶 給他戴綠帽的感覺 讓他覺得 是不是有什麼 就不會想跟我藕斷思慮 OK 太好了 來 我們來看看4號 這個是 怡萱 是怡萱色 想要給對方戴綠帽 會不會反而自己戴綠帽呢 所以其實有時候意識和潛意識 是有差別的 這樣 基本來講 不自揮頭草的 對 不太自揮頭草 就是說它是心如直准 因為綠色是代表我重生了 一個欣欣向然的這樣子 所以一般會選擇綠色 來跟你的前任做最後一次告別 代表準備出家了 我要淡定 淡定的一種大腦這樣子 難怪他可以跟前任和平相處